原師兄對打的過程我發覺他不斷都想用一些術的技術 但他在用術的同時他其實是會用一些踢腳 或者是一些手補的動作嘗試進入某一個近距離 但由於本人的這個防術能力都是比較好的 所以他都沒有那麼容易進來 就算進到也讓我反過來 由於他要攻入我這個堅硬的防守 他手法上一定要密一點才可以破開我的防線 一秒鐘他都能出三條 好,這樣穩了 待人家的時候用衛術沉一點,對不對